对我很好 但是我想不通 为什么最近她突然变了 我忍受了她一年多了 做什么都忍 但是她实在是太任性了 几乎没有让我省心过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有的事情不是我任性 我就想让她哄哄我 看看她能怎么办 很多很多次 分手就在嘴边 我为了自己的责任感 没有说出来 但这次 我不想因为她再耽误我了 很多人说我们性格不合 也有人说我们走不下去了 这一次我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和她继续在一起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月23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雅23岁 来自安徽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谁要来的呀 今天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 这段时间她老是不理我 还要跟我说分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老是要跟我说分手 觉得我挺傲的 分手必定是你不好过的 这你老跟人说分手是吧 是的 是的 是我提出的 就是最近也没有理她 然后想跟她分手 想分手跟人说清楚吗 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儿 就是想和她说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 然后跟她再做一下最后的解释一下 这个你们是同学吗 对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 当时是她一个好哥们追的我 结果她把我抢过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她的花瓶新闻特别多 她追了很多女生都没有追到 但是我觉得她挺好的 然后我愿意就是给她一次机会吧 而且她告诉我她会对我好的 所以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结果她现在不但不理我 还要跟我说分手 但是我真的不想跟她分手 你哥们的女朋友 还是跟你哥们一起追的 因为就是当时我那个哥们吧 就是看上她了 然后让我就是帮忙参谋一下 他们俩就是还没开始呢 然后我们俩就是一起去了 吃了一顿饭 吃饭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看了眼了 然后觉得挺好的 然后后来留下那个微信 然后就认识的 她刚才说你有很多花瓶是吗 不是她理解的那样 因为就是专业问题嘛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 女生比较多我们班里 四十多个人 就三四个男生吧 因为周边的人都是女生 就那么几个男生 然后我们也都很熟 然后女生也就聊聊 没有说那个像她说的那样 那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我们俩大概一年多一点 为什么要跟人分手呢 因为她就是实在是太任性了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了 我觉得我挺好的 为什么老是说我任性呢 就那次回学校嘛 然后我就请她吃饭 结果呢她呢 点了一大堆就含有香菜的东西 我本来对香菜过敏 结果她呢 就是还点了香菜东西 不知道人家吃香菜过敏吗 那个我确实 就是她跟我说过那个吃香菜过敏 我也知道 就是那次嘛 就是她请我吃饭嘛 到我去的那个餐馆 当时确实那个菜是我点的 但是到最后 我也忘了和那个师傅说了 你说我忘了 她自己也应该那个 跟师傅说一下吧 我对香菜过敏 再说那个就是我们不吃的 那个麻辣香锅嘛 然后那个香菜 她都给放在 埋在最下面了 我们吃的时候都没看见 结果她吃着吃着 你就是忘了 你就是不关心我 你看香菜 它底下那怎么了 你还不是忘了说了 如果你说了 它就不会放在底下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这件事 让我就是 当着好多人的面 让我那个跟她道歉 而让我说 大声的说 说你错了 什么我爱你一类的 那这样不是挺浪漫的吗 男朋友向你朋友道歉 那你有没有在乎 就是在乎我的面子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怎么了 那么多人更能证明你爱我吗 你看他 到这还那么说 那么那么任性 你说了吗 我我我说了 我以为你没说的 你说了你 我说了不是为了哄他吗 他说不也是喜欢他 才会跟他说的 我们就是两个在一起 不是一百天吗 他分明答应我 跟我一块去 不忘记吃饭看电影 结果因为他朋友一个电话 就把我拉过去了 而且我们当时也商量好 就待一会就走的 结果他呢 一待就待 将近半夜了 我当时就是 太无聊了 并且他的朋友 我都不认识嘛 然后我给他说 那么多颜色他都没看见 不是跟朋友在一起干嘛呀 朋友聊天 就是吃吃饭 然后吃吃饭 而且一直都不理我 因为 因为当时就是 我们俩刚认识一百天嘛 正好我那个朋友邀请我 我就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然后把他借了号给我那些朋友 认识一下嘛 可能就是吃了晚了一些 因为聊了好长时间也没见 也挺尽兴的 也不想就是那个什么 但是他呢 就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啊 就没回来 走了 连电话也没给我打 当时我不是看你跟朋友 聊得太尽兴了嘛 而且你又不理我 我给你使了那么多颜色 你也没看见 我不得意 那你之前怎么不会那么体谅我 这事你想起来啊 我和我朋友聊天 聊得挺尽兴啊 自己走了 你怎么不认为我会担心你啊 找不到你呢 他默默地走了是吗 就是他接来了一个电话之后 你就出去接电话嘛 就没回来 那你没去找他吗 我去找他了 先打了电话 然后没打通 我当时那个手机刚好 就是没电了嘛 然后就是 没有接到他电话 最后我也跟他解释了 那你应该走之前打个招呼 你说我得走吧 还有事吗 对啊 当时我看他朋友 聊得太尽兴了 然后我也不想打扰他 你要是正大光明 你就直接跟我说 咱俩这是是不是该走了 然后我肯定也会和你走的嘛 那你回去你还骂我 你走了之后 我找了那么长时间 都没找到你啊 然后我就去那个宿舍楼下等他嘛 那会儿我们大概是 因为我们是情人节那天 那就是确定关系的嘛 然后大概5月24号左右 那天是100天 然后挺热的 那么多蚊子 我就在宿舍楼底下等他 周围好多人 人家都回寝室睡觉什么的 然后瞅着那个眼光特别异样 这当时特别地尴尬 在宿舍楼底下等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吗 是很正常 而且被蚊子咬了鸡口怎么了 那我等到你回来呢 你回来之后又跟我吵架 每次都跟我吵 而且他这次吧 还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自己打了自己一下 当时我就愣了 打哪儿 他就自己这样 打了一下 是打蚊子吧 我打脸 是打蚊子 不是我打了自己一脸 干嘛 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那不理解我就算了 还一直在说我 我父母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那你打你自己干嘛呢 我当时就是有一点懵 然后就太生气了 就打了自己的脸 哦 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如果我不为你好的话 我暑假的时候也不会就是说 每天晚上都跟你聊天 每天都那样吧 你还说每天晚上跟我聊天 当时放假 他分明就跟我说 说亲爱的 你回去之后 我天天晚上就找你聊天 等你说跟我说晚安 我才睡 结果刚开始他是这样的 到后来 我发信息打电话 他都不接 我都不知道他去干嘛了 我哪有不接啊 那是大三暑假的时候 我找了一份那个实习的工作 因为就是白天需要工作嘛 然后我们刚去的实习生 然后想那个 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 白天真的就是特别累 然后晚上的时候 还得陪他聊天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他聊得挺尽兴的 然后也不想就是啊 直接一个晚安什么什么就结束了 就想继续聊下去吧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挺累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然后他都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当时不是特别想你吗 我就想跟你聊聊天 放假了 我也不能见到你 无知能跟你聊天了 那后来你知道吗 他直接就把我们一切的联系方式 都给就是都给我拉黑了 我后来担心他 我就是买了一张火车票 去他们老家找他了 买票的那个钱 还是就是我给我姥姥买生日礼物 攒下的钱呢 然后结果他呢 到了之后连见面都不见面 他当时就是没提前告诉我一声 然后我的假期计划 都已经那个 我当时我的假期都已经准备好 怎么干什么干什么 结果他一来 完全打破了我的假期计划 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那你好歹得见下面 见下面怎么打破你家庭计划 家庭计划了 而你转了天来说 你快走吧快走吧 就那种那种态度 连理我都不再理我的 我回去之后就是那工作嘛 因为从我就是从我们老家 到他们老家得 有个一两天的时间 然后我就工作也丢了 就是我当时也没告诉他 也怪我自己吧 就是没有提前和人那个商量好 再说你一个实习生 人家要你不要你的 也就那么回事 他当时还骂我了 还怪我了 你还说没怪我 当时骂我说 是因为我才丢了工作的 那这事不怪你吗 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这事真的怪你吗 那怪我什么事 你来找我 你不跟我说一声就算了 你还都跟公司请假 公司工作掉了 你还怪我 谢谢老师 你之前那些花边新闻 是什么呀 是追了好几个没追上去 是 然后追他一追就追上了 是吗 嗯 所以我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大半分为两类 一类是挨饿 饿出来的 一种是吃饱了撑的撑出来 饱汉子不吃饿汉子鸡呀 你们两个人都是饿了很久的人 你也饿了很久 突然碰上一个 这么对你好的男生 他也饿了很久 请不吝点赞助 打赞助 对 想打赞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 我也知道我做的有很多地方都不对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不想跟你分手 你说的那些事 我以后都会改的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大概也谈了一年多了 感情还是有的 但是 我真的是实在无法忍受了 而且就是 我的那些朋友 可能也是或是或是或是有我自己的原因 不全怪你 我想为了咱俩的以后 然后也让你自己更好的成长 然后也希望你真的能够这次放过我 你不会埋葬 你不会埋葬 为我很好 拒绝的信仰 终点着 前方的 这眼睛里面都是不熟 迷茫 害怕 来 请关门 在这里要感谢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后看看女生会不会放手吧 男生会不会再杀一个回马枪 请开门